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四七六相媲美的220吨级国产军用大飞机 云二零承载着的不仅是我军那百万雄狮 更是整个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能否达到相匹配指数的关键所在 目前来看 仅仅就保守估计 我军也至少需要200架以上的云二零才算是够用 而在此之前 解放军全军也就只有20来架一二七六可以调动 如果遇到高强度运输任务 更是需要这仅有的20架一二七六连轴转 所以说 云二零对于我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根据目前最新公开信息显示 云二零的服役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20架 赶上了他的前辈一二七六的数量 在为云二零数量上升感到高兴的同时 云二零的质量很快也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前日 云二零飞行员冯伟的一句话 令广大军事爱好者为之一振 他说 今年 云二零将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那么具体是什么耳目一新呢 熟悉云二零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如今 云二零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准 但唯独发动机是个短板 正值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制约了云二零的量产速度 一度出现过飞机等发动机的情况 所以说 云二零在今年最有可能进化的 便是它的发动机了 这可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猜测 要知道 早在两年之前 云二零的总设计师唐长宏就公开表示过 换装发动机就在两年后 这可不就是2019年 也就是今年吗 云二零目前所使用的 是来自俄国的D30KP-2握扇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12.5吨 特点在于推力够用 耗油率低 性能可靠 因而广泛装备于1276 轰6等 我国所使用的军用大飞机之上 如果真如唐长宏总师所说的 换装发动机的话 那么在国产发动机当中可供选择的 无非握扇18以及握扇20两个选择 其中握扇18属于俄制D30KP-2 握扇发动机的仿制版本 它如果研制成功 则可以解决运20当前 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 有机无法导致的产能问题 但是由于去性能指标 和D30KP-2几乎无异 因此称其为耳目一新 似乎不是很恰的 所以我们不妨再次做出一个猜测 所谓耳目一新 或许正是预示着 国产大寒道比握扇发动机 握扇20将在今年横空出世 届时不仅是运20将进入完全体 甚至可以说 整个中国大飞机事业 都将迎来一个春天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除了运20 还有哪家飞机 用得上卧扇20这种超级发动机呢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 写下自己的答案哦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便记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